休斯顿传特斯拉死亡车祸 造成两人死亡 根据目击者指出 当时车上驾驶座无人开车 请看记者妮扣的报道 4月18日晚间 特斯拉在德州休斯顿地区 惊传死亡车祸 事件发生于休斯顿西北方的 凯尔顿伍德区 当晚一辆特斯拉Model S 冲出道路外 接着撞上路旁的树而引起烧燃 造成两名乘客死亡 根据哈里斯县目击警员指出 当时驾驶座中完全没有人开车 警方排除有第三人开车的可能 因为他们认为 当时并没有人在驾驶车辆 而两名死者 一名在副驾驶座 一名在后座 据指出 这辆2019年出厂的Model S 可能因为在夜间行驶 没有辨识出弯道 导致直冲出路外 酿起这次惨剧 从现场照片来看 事故车辆撞树后 火烧 烧到甚至连车的骨干都面目全非 目前特斯拉公司尚未对该事件 作出回应 但根据特斯拉规范 即使使用自动驾车 仍然必须有驾驶员 且驾驶员的双手 应该时时刻刻都握住方向盘 也让我们都握住了 再用适程度驾驶 如果您还不必须有点 感觉更好 每次市场就会有点 来自动驾驶的骨干部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